人的眼睛有三部分 第一部分呢就是眼球 第二部分呢是支撑保护眼球的眼的附属器 包括眼眶 还有泪气 以及眼睛 泪道这些等等 那么还有一部分呢 就是构成人的视觉系统的 重要组成部分就是视神经 视神经一致传递到大脑 那么眼球是大家来看 是最重要的一个部分 它包括包裹整个眼球的眼球壁 那么眼球壁又分为三层 最表面的是透明的角膜 我们知道包裹在最外围的角膜和拱膜 那么中间一层呢是脉络膜 那么再往内 从技术源贴牢脉络膜的是视网膜 这是眼球壁的三部分 那么有了眼球壁 中间还有什么内容物呢 就包括了防水 精状体 还有玻璃体 那么透明的角膜 以及发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